政府在初级医疗计划下推出第二家客工专属医疗中心 预计超过4万3千名外籍客工将受益 本地建筑、海事和加工业或居住在宿舍的客工 必须在明年3月底前纳入这项计划 新的客工专属医疗中心设在花拉公园地铁站上的 序幕医专科中心内 方便客工在同个地点获得综合医疗、专科和手术等服务 本地37万名客工当中 已经有近四成加入两个月前退出的初级医疗计划 医疗需要获得更多保障 未经许可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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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未经许可.